帶著大包小包行李 民眾攜家帶一卷走進車站 除夕夜準備返鄉去 有 可是就是沒有位置 想說來看看會不會有 就是退票之類的 其實就剛好有人退票這樣 對 就是提前搶票 對啊 可是還是沒有搶到自搶號 就只有復刑好了這樣 一個小時也沒關係這樣 沒關係 因為真的很久 沒有見面了 一年才能才見一次面而已 花了好大利息 才終於買到票 只求能回家 因為一年就這麼一次 和長輩吃團圓飯 不過返鄉計畫 卻有變數 本地要補充 休假要落實 休假要落實 頭綁布條 穿上背心台鐵員工 口號喊得正天響 懸在春院正網的台北車站 準備靜坐抗議 常常很多民眾覺得說 我們春節可能我們出勤 上完班我們會有休假 但其實沒有 我們還是一樣繼續出勤 所以對台鐵員工來說 365天我們都是全年都在工作 不滿立休上路後台鐵不補人 反而要原有員工加班因應 上午工會在台北 彰化高雄站前 動員兩百多名基層員工 連署近千人依法休假 從除夕抗議到初三 揚言要癱瘓車班 有少部分的員工 他們沒有到勤上班 我們會做二線支援一線的 一個人力調整工作 我們一定會達成 我們維護旅客的權益 反正民眾湧進車站 摩林頭機場也擠滿人 淘機預估除夕這天 一行加二行總出國人數突破 六萬三千人 松敬時大批外島遊子 準備返鄉 除夕夜大團圓 鐵公路交通 就怕突發狀況發生 繃緊神經 嚴陣以待 誓言要將民眾平安送到家 吃團圓飯 借詹士葵 吳登麗 SNG小組 台北桃園報導